分享天主圣言 尝尽生命之泉 下面为大家分享 接待我所派遣的 请大家领听 复活期第四周星期四福音 光读圣若望福音13章16-20节 耶稣给门徒们洗脚以后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普人不能大国主人 奉派遣的 也不能大国纳派遣他的 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 如果施行便是有福的 我不是说你们全体 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 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 使我犯的人也举脚踢我 现在事情未发生以前 我就告诉你们 使你们到那时相信 我就是那一位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犯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不单是建立了圣体 圣事 也建立了圣之圣事 在这个圣事当中 宗徒们 聆听了耶稣的教训 而且呢 耶稣在授予他们 圣之身份之后 也清楚地告诉他们说 犯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就是接待 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翻过来说 正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派遣你们 也就是说 天父派遣了圣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拯救世界 现在耶稣则派遣宗徒们 来继续他的救赎工程 在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所强调了 他所派遣的 和自己被派遣 这一个职务 这个使命的延续性 同时也说明 自己是有父所派遣 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 这就证明了 自己就是天主子 因为他说 我就是那一位 耶稣他既然是那一位 也就是说 他就是天主子 现在他派遣了宗徒们 去继续完成 他的救赎使命 这正如父派遣了子 是一样的 不过耶稣又特别强调 犯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扎路说今天耶稣来到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肯定我们是 非常的高兴 热烈的欢迎 但是呢 耶稣他已经升天了 我们怎么能够接待他呢 没有关系 耶稣说得很清楚 犯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那就是说 犯我们接待 耶稣基督所派遣的宗徒 那就是接待耶稣 可是宗徒们也死了呀 那接待谁呀 那就要接待宗徒们的继承人 我们知道 我们的教会是 之一之圣之功 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只建立了一个教会 而且是建立在 潘石的基础上 另外呢 耶稣基督把信仰的宝库 交托给了宗徒们 另外耶稣也付给宗徒们 训会圣化的权威 给了他们这些权兵 让他们去传播福音 来继续他在世的救赎工程 从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教会的圣统治 明白我们的教会 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当我们说圣统治的时候 就是在证明 就是在强调 我们的教会 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是耶稣基督亲自所派遣的 那么今天 我们就看到了 有些人不接纳 耶稣所派遣的人 不接纳宗徒们的继承人 尤其是不接纳 伯多禄的继承人 甚至呢 鲁骂伯多禄的继承人 也有几别 个别的一些教友 或者是神职人员 由于他们的无知 高傲和不懂教会的道理 道听途说 就开始 罗骂教宗 说教宗方济各是唯教宗 甚至还有些人 骂教宗是撒旦 这样的人呢 实际上 是真正的糊涂头顶 第一 他们不懂教会的道理 有些人说 教宗本都十六世 才是真教宗 他的辞职 是被逼的 教宗是终身制 不能这个辞职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教会法典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的写着 教宗可以自由的辞职 不受任何人的胁迫 教宗可以自由的辞职 这是法典332条第二项 所写的 法典332条第二项 这样说 教宗如果辞职 其辞职得自由为之 且应适当的表明 只能生效 不需要任何人接受 也就是说 当教宗 他公开的表明自己 要辞职的时候 他就辞职了 不需要任何人的接受 而且在教会的历史上 也有辞职的现象 虽然少 但是有 不等于没有 从历史上 从教会的法律上 都清楚地说明 教宗是可以辞职的 比如说 教宗本都九世 曾经三次担任教宗 我们现在说 教宗是256、57位 教宗146、148、151位 都是同一个人 146位是本都九世 他是1032年到1044年 担任教宗 然后呢 他的下一位 是 Sylvestre三世 他在1045年的 1月份到3月份 担任教宗 他辞职之后呢 就又患了 本都九世 然后是1045年到1046年 然后呢 他又 辞职了 又被两位教宗 在他中间 所替代 一直到1047年11月份 他又重新担任了教宗 也就是说 本都九世 担任了三次教宗 另外呢 还有一位教宗 是 Chelestin 武士 是在1294年的时候 他辞去了 罗马主教的职务 也就是说 他当了五个月的 教宗之后 就辞去了这个职务 我们大家知道 教宗也是罗马教区的主教 而且每个教区的主教 都可以自由地辞职 都可以辞职的 这也是教会法律 明文规定的 既然在历史上 有辞职的事情发生 那么今天 本都十六世 因着年事一高 他辞职 这是理所当然的 合法 合理 合情 在我们教会内 根本不 会出现什么 所谓的假教宗 尤其在今天 而且这些教宗 是 诸位 书记们 选举产生的 是选举产生的 这是一个民主 这是一个民主 可是那些 不懂教会 道理的人 妄言 我们当今的教宗 方济阁 是什么 假教宗 伪教宗 甚至说教宗 是撒旦 还有几个别的教友 打着耶稣的名义 发表了一些言论 下面还著名说 你爱你的耶稣 这本身就是 非常荒唐的事 这是走火入魔了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教会 是从宗土传下来的 如果离开了教宗 那你就不是天主教了 假如有些人说 我直接可以 和耶稣联系 对不起 如果这样说 那就等于一个人 等于一个人 离开了这个身体 它就是一个 小小的树叶一样 更不用说树枝了 树根了 它就是一个树叶 为它得救都成问题 他说他自己 可以和天主直接联系 这是痴心妄想 其实这就等于一个人 买了一本圣经 然后他说 我可以直接和天主说话 同耶稣说话 我就是天主教 我就是教会 这是非常荒唐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 买了一部苹果手机 他有了这部手机 他就说 我就是苹果的总公司 可能吗 根本就不可能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的教会是 从宗土传下来的 如果没有宗土们 往下传下来 我们今天能听到什么 我们今天能看到圣经吗 是没有办法看到圣经的 因为这些都是宗土传下来的 这近两千年的历史 如果没有宗土 我们今天 尤其我们作为中国人 不可能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正是由于宗土们的选奖 以及他们的继承人 和他们的助手的选奖 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是我们才听到了福音 可是今天 偏偏在我们中国境内 就有这样的 极少数的极个别的神志人员 和教友们 不愿意接纳 耶稣所派遣的 宗土和他们的继承人 反而自一味是 这是非常可悲的 主内德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要记住 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犯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如果今天不接纳 当今教宗方基格 那就是不接纳耶稣 虽然你口口声声 称耶稣为主 那你依然是在反对耶稣 你并没有听耶稣的话 主内德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教会的道理 不要被一些虚假的言论 所蒙蔽 我们不但要学习圣经 也要学习天主教教理 学习教会法典 学习范儿文献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一些 虚假的所谓的道理 所蒙蔽 因为真理是来自天主 来自天主的启示 而天主又把这真理的宝库 信仰的宝库 交给了教会 交给了宗徒 离开了宗徒 离开了教宗 离开了宗徒们的继承人 离开了这个教会 那就没有真理可言 那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分辨能力 那些污蔑教宗的人 离开了教宗的人 他们所蒙讲的 不是真理 也不是道理 纯粹的是一派胡言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分辨能力 我们必须要学习 天主教教理 圣经 天主教发点 反而文献 其他的书都可以不看 但这几本教会的文献 必须要看 我们也必须要记住 耶稣所说的话 凡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那翻过来说 凡是不接待 耶稣所派遣的宗徒 和他们的继承人 那就是不接待耶稣 凡是不接待